南京东路5段288号前的南京公寓公车站 原本只有一个力排 民众候车不免受风吹雨打 若躲在骑楼等公车 有可能因为视线不佳错过公车 有可能因为必须向外跑追赶公车实在不便 台北市员许家培和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为了免除民众等候公车日晒雨淋之苦 去年10月便向市府争取设置候车停 南京公寓这个站体 除了是台北地区通往内湖南港重要的一个后车场域以外 也是非常多基隆市民搭乘国道客运返回基隆重要的一个据点 包含了1579、1802、1803等国道客运都在这边来做末站的一个后车 那因为冬季气候的一个影响 非常多雨潮湿 造成非常多的一个市民朋友 经常要忍受要打着雨伞 然后在这边后车 那所以在去年的一个10月初的时候 那为台北市议员许家培来做一个反应 那希望向台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来争取在这个地方 来新建所谓的新的一个后车的一个空间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顺利来建置好新式的一个后车停 那也可以来舒缓 来解决我们市民后车的一个困扰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观察到 这站有许多民众往返台北基隆都在此等车 希望替这些长途搭车的人争取更好的后车空间 许家培议员也表示 其中有许多年长的民众 争设后可避免天雨落滑追赶公车跌倒的情形 设施也从以往的集中式站牌变成智慧型站牌 方便民众了解公车到站时刻 未来搭车也更加安全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